喝水也要挑选时间场合 例如军需那天 我们可以拿着冰爽的奶茶 坐在学弟学妹们面前 慢悠悠地喝 学长 你们这种行为容易遭仇恨的 就应该做自己 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喜欢吃香蕉怎么了 我一天吃十几斤的香蕉都不嫌腻 同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属猴的 对不对 蔬菜水果吃多了 想做点肉吃 结果这一叶刀下去 肉没事我的刀却坏了 要是用牙啃 估计牙都没了 朋友 要不咱们今天接着吃蔬菜吧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出乎你意料 原本你以为手机没有门印 事实却告诉我们 门在手机面前不堪一击 你试验归试验 为什么要拿我的手机 坐扶梯的时候 一个猎牵 幸好自己到前面去了 要不然我的脚恐怕就要被电梯给吞进去了 我想问这个商场的鞋垫生意是不是特别好 毕竟有电梯在提高需求 现在很多商场的设施都不靠谱 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 我都不敢扶着栏杆休息 我怕别人以为我是太重 所以压垮了铁栏杆 威秀师傅你过来一下 用脚步固定真的没问题吗 以前上街还总是担心找不到洗手间 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街边到处都有马桶 我看方便多了 朋友在街边方便你就不觉得乖乖的吗 更何况还在马桶店门口 不要在街上做不文明的行为 因为现在到处都有监控摄像头 你的一举一动都拍在里面 你看这就有一个 你别骗我 难道现在的监控头只有一张纸的厚度了吗 时代在进步 科技在发展 以前上下班高峰期一车难求 现在不用慌 看到骑着单车的师傅 你也可以招手急停了 师傅 按照我快200斤的体重来算 在我骑五公里你得累趴下